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般也是有一个健康的心情 符合这个标准的老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俊宁啊 微博上张俊宁都是旅行健身晒不停 作为台湾第一气质美女 张俊宁也是顶着学霸的光环 因为她是法学组硕士班毕业 所以自然很快就能吸引彭于燕的目光 在年龄上彭于燕曾说希望35岁结婚 82年出生的彭于燕与张俊宁正巧今年都35岁 这也让现实都在催出两人 是时候考虑一下对方了 说起彭于燕与张俊宁的认识 那就是十年前合作的内部号称 神言句的我在墾丁天气情和公立的幸运草 这十年的蓝颜之解 让老爹不禁想起另一对台湾模范夫妻 霍建华 林心如 两人也是从好友发展起来的 而在感情经历上 张俊宁唯一一段承认的恋情 就是与赵又廷的地下恋 彭于燕唯一一段承认的恋情 是被偷拍到与蔡依林的交往 这相同低调处理感情的态度 再次与霍建华 林心如 对于感情曝光的态度相似 不过在彭于燕的圈中 异性单身好友中 她有同时82年出生 爱运动 爱旅行的郭采杰 陈一涵 微博上 彭于燕与郭采杰的互动 停止在2013年 与陈一涵的互动 停止在2016年6月 而与张俊宁的互动 从11年开始断断续续 已经都没有停止过 看来互有好感 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 而对于张俊宁 是不是和彭于燕 一起去看电影了呢 从彭于燕回复的语气 就可以看出 彭于燕并不知情 张俊宁去支持 自己的新电影《悟空传》 所以才会发出 惊呼是女神的语气 但两人究竟有没有在一起呢 彭于燕曾说 有感情也不会公开 所以按这节奏 除非是被狗仔偷拍到 不然未来只会像 霍建华 林心如那样 结婚了才会说呀 好了 今天的818就是这样 明晚8点18分 我们再见